哈喽,我是凯罗斯 昨天视频我介绍这个新的一个可以变弃的一个吉他 其实这段时间我还买了很多不同的乐器 为什么呢?很简单 本来我到这个新的学校任教 这是设计科技 但是想不到你,但跟我说 每个星期的科技不够 他要我兼任教音乐 他还问我愿不愿意 大家知道我本来就是一个音乐老师 所以肯定没关系 但是又因为两年前 我把我大部分的乐器都放在我珠海抖门的家里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退休之后 都是尽量在内地去玩音乐吧 但我把我的乐器都放在抖门家之后 疫情就来了 两年之间我都没有到国家 所以更拿不到里面的乐器了 因此现在我要教音乐 我又重新买一些乐器放在这里了 早几天我到了船湾一个地方 买了一只二手的萨克斯 给大家看看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买二手的 就是因为我只会用它几年了嘛 我有一只在抖门嘛 所以我现在买这一只 其实是跟我抖门 一只同一个型号的 这一个月器已经有十九年的历史了 可是你看它还是新的一样 这是YAMAHA的YAS32 我觉得是蛮好的 二手加贵 不过是七千五港币啊 我曾经在台视频说过 萨克斯后很多不同的型号 这个称为中阴萨克斯 因为叫奥特萨克斯 也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刺中阴太大了 比较重 还有这个低音更重 而这个高音萨克斯 不是直的 是直的 我也不喜欢 因为太高音了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型号 萨克斯是一种蛋黄乐器 这个就是黄片 它是用竹做成的 先把这个黄片炸到这里 从来蛋黄类的乐器就是用这样一个翠翠 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 英语叫做ligature 就是把黄片固定绘制的 然后把这个翠翠放在这里 这个萨克斯就能用了 当然你用之前就把它调一下 适当的绘制 现在就用它为大家演证一曲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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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希望将来有更多机会 跟大家谈这个萨克斯的理论 今天先来到这里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点赞、订阅、转发 好 再见 再见 有点 好 好 好